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以供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总尊群 湖南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以壮士断万的勇气根治成科 让亦无似水安安 亦将清水冬雨 五年多来湖南投入各类资金五百多亿元 湾地流域涉重金属污染企业1182家 治理水土流湿面积1207平方公里 富氯矿山1500多公顷 新增造林面积1020万部 长江岸线在湖南境内163公里 湖南对这一范围内的42个博位13道路口予以关闭拆除 对岩浆一公里内化屋企业进行搬迁改造 湾地取缔各类入合排屋口942个 如今八个规模以上排屋口全部达标排放 长江岸线满城复率8055 2018年6月 洞庭湖下色湖非法矮为问题曝光后 湖南省委省政府强力推动 3万部被私人侵占十多年之久的非法矮为 在13天内被彻底拆除 25个单位的62名国家公职员被严肃问责 共抓大保护 故搞大开发 湖南党政同心上下联动 省委书记 省长分别出任湖南第一总合长和总合长 先后下发五道省总合长令 督促各级合长巡河巡湖近200万人次 交办解决问题1.5万部 推动了湖南发展方式脱胎换户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2018年湖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4万亿 位居全国第八位 湖南将牢记总书记的殷切主播 持续用力久久围攻 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万里昂江 为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江地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